天昊要去庚河了 咱们冷鸡相聚 冷鸡再见 但是多少天了 一个月零两天 时间过得挺快 但是感觉好像没几天 来墨河 来了一个多月了 咱们下一站 庚河冷鸡村挑战 零下七十多度 七十多度 哪块有七十多度 这个是挺没了 行 慢慢走吧 说话说的挺 对 话说挺大 挑战就挑战十四天 在外面住 这站不住 就是一个月 这也没上一个月 然后现在这个车 不知道能不能发动起来 咱们用墙器 看它能不能整起来 整起来还得用 用喷灯给它烤 这一晃一个多月了 一个月零两天了 又快过年了 都点往回走了 我过段时间 我也要走了 把这些好哥们都走以后 我再走吧 那个是草屋 这也是帐篷 那是大阵的血屋 这是粪豆的 粪豆的帐篷 那里还有 还有个血屋 那是田浩瓦血屋 这是绘子的钉子 好 现在 先把车看能不能打着吧 这车停了一个多月了 然后呢 他来的第二天就停着了 咱们看看能不能发动着 用咱的墙鞋啊 不行不行 刚才又搭了一下机油也没有动 大没大着 然后我看了一下机油尺啊 没有洞 现在咱们再回下留吧 看看能不能大着 实在搭不着 觉得底下不好烤 蒸汽呢 就得求蒸汽不如了 这车呢 停了一个月了 也是搭不着 搭了是三次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 铁骨这个圈拿下来 就是滑财 咱们给它卸下来 卸下来 卸下来烤一烤 现在咱把这个四个滑财 都拿出来了 一二三四 然后呢 看一下 感觉是烟缸了 咱们把它烧一下 试试 看看能不能大 我今天不知道 使用它来 找一把 只不过我在这个地方拍好 这个 再搭一件事上啊 最后干一下 干不着了 咱们就去 求蒸汽不如了 因为车停 时间太长了 刚才滑财 咱们已经烤了 最后再试一遍啊 最后再试一遍 刚才差一点勺了 感觉又着的意思 再试一把 太废了 先不整了 先不整了 咱们去小蒸汽锅炉 就得给它焊成了 还得用咱们这个神器药 预热锅炉 一会就给它焊成 熟了 里边也加上水了 用喷灯烤的 已经蒸了六分钟了 咱们再试一下了 刚才是 现在有七八分钟都有了吧 差不多了 来试一下吧 再试一下吧 走啦 走啦 终于发动着了 可以关了 太不易了 停了一个多月的 停了一个多月的车 这是个北京什么车 威望啊 306 你干着了 干着了 太好 呼一下流着了 还得燃着尿性 太厉害了 没有这台家伙事啊 疯想开车了 这卖嘎嘎的 没有这台家伙事车 这一个月省暖裤钱 能省多少钱 啊 一天你这多少钱 这暖裤 50 一天50 那省一 这个月可以把这个车弄了 车才要把2000 2000多块钱 省一千五 哈哈 行 找一会儿了 找一会儿就好了 回下流 咱们这个想起啊 想起需要回下流就好了 哎 别催了 别催了 我这锅炉 帮我大忙的 这锅炉 这锅炉可干干大活的 这锅炉用好多次 真好想 出门就带这玩意就放心 啥都 因为这玩意一个抢起就OK 尤其是挑战急寒的 人巧不如家伙零啊 要不啥都不行啊 好了朋友啊 车也干着了 兄弟今天还走不走了 这一点还走不走了 不走了 今天收完东西以后就已经下午了 现在是三点多钟就已经这样了 四点来钟就黑天了 就彻底黑了 反正车也干着了他也不走了 嗯 就这样了 明天那哥们就离开这里了 往往往去小区吧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支持 谢谢观众 拜拜了